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潜水员如何的一步一步的被晒成一条咸鱼 当然这个过程有很多人也很好奇 但是我会把它放在后面的几十分钟来说 所以今天我只会向大家展示一下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巴厘岛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比如说逛超市啊 出去觅食啊等等 当然了作为一个胖子 我们肯定会选择 不如我提交的交通工具 这个因为在岛上先天的环境限制 所以像我们实现车离土地游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只能寻找我的新的目标 榴莲 其实在巴厘岛路的两岁 有很多这样的这么卖水果 卖榴莲的特别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本体榴莲 每个按照大小不同 大概价值是追贺人民币10块到20块钱 因为我这次只有一个人 所以我会选择个头比较小的榴莲 所以私性吃完这样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榴莲 因为季节的原因 这些榴莲都是从树上直接采摘下来 然后就达到我们的街道去收买 所以每一个它都是非常新鲜 而且它都不是像我们在城市的榴莲面中 就放熟的 没有华丽的外表 没有诱人的外皮 只有静静地躺着黄色的玻璃 才发个诱人的背景 在吃饱之后 我也经常会在我们家 后面的稻田的小路和气息去漫步 我一般都是喜欢走这种天间的路去感受一下更多的泥土的气息 其实走在这些稻田以及相间的小路上 完全不用去担心我们的密度 因为可以经常地发现你走的路已经被清楚地显示在谷歌地图上面 而且还有全景 结束了下午在天派的漫步 结束了下午在天津的漫步 在晚上的时机 我大概急了有纪定11公里去找到了这家餐厅 这家餐厅之前我也是经常去来 去开大门往旅走 宁贝坑到下面的每桌 每桌之间也都是插开了一个类似雷花座的一个 这家餐厅它主要是卖一些印尼的本地的食物 比如说豆制品还有鸡鸭以及炒饭还有炒面 当然我最喜欢来这边是它的一切和鸭子相关的一些食物 因为我这次骑得比较远 仅仅11公里才找到了这家骨店 所以先点了一杯鲨饼 ожeneŚ饼组组组的食物 一定要配上它们的秘质去的表情 才能把我的味道去提起来 这样简单的一碗豆包 混合我们的秘质的一些烫红 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开胃 这也是刚出炉的 刚一拿还有一点点汤匙 配着酥脆的外皮 吃起来感觉是非常好 在吃完了有腻的鸭子之后 喝两口一口一口茶 感觉神清气爽 在大多数餐厅在接张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信用卡或计器卡去接张 但是我在这里也强烈的推荐大家 尽量使用密码来交易 疫情期间 二楼开始开放了 但在平时的时候 可以把他走过道上 在二楼露天享受 疫情期间 再次提醒大家 在公共场所勤洗手 保持社交平安 其实到这里就有很多小伙伴想的 你下午的时候天还大亮 为什么一下子就要晚上了呢 其实我骑了这个接近十一公里的一个路程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是晚上六点半多一点点的一个街道 天已经黑了 但原本熙熙攘攘的游客街 现在几乎是空无一人的一个状态 只有非常少量的人群在街上涌荡 也都是唐食的一些餐厅 也都是稀稀拉拉的人群 不要表无极 大部分餐厅都会挂上已经关门的一些业的一个牌子 只有少量的餐厅它会将这样保持接受外卖服务 这边心肠可以发现这样有习惯所谓的词 你到底是开呢 还是不开呢 这期间 虽也并非总不出户 但大部分时间只能乖乖地待在家 病毒无捧不入 人类恐慌 很多靠日信维持生活的当地平民 家无毁业粮惹不切躲不起 也只好听天由明 相比之下 我们这些人还有这个脸具家隔离 你是人生之大型 人间烟火味 罪腐烦人心 时间久了 再怎样懂得感恩心 也难以抵脸 五年 与思绪万千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时期 不妨想一下 我们最想念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 便在下方留言 未来不赢 不赴先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耶 耶 耶